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蔡元村近日清場收地 收地工程人員和示威人士的衝突 在這幾天幾乎每天都有發生 一方面派人清拆圍板 另一方面有群眾動員示威 阻止清拆行動 警方每天派出機動部隊監視現場 維持秩序 在這段期間最值得人關注的 可以說是蔡元村關注組成員朱凱迪 他聲稱被港鐵工人打傷這件事 在一條聲稱由村民發放的影片中 我們見到朱凱迪被人打 沒有人阻止 而這段影片不單在傳媒流傳 亦在不同的社交網絡被傳來傳去 朱凱迪在那幾天向警方求助 但起了事情很快就逆轉 港鐵透過他的公關公司 向傳媒發放另一條短片 當然那條短片就從另一個角度 看到朱凱迪和這個工程人員 是有少少的推撞的 最後見到這個工人彷彿好像是自衛的動作 然後才進行還擊 政府的運輸和火局回應就說 其實他覺得村民那條的暴力片段 其實是曾經遭到刪展 有誤導公眾、議員和傳媒之險 亦對保安人員極之不公平 還說對此深表遺憾 朱凱迪面對這個誤導公眾的指控 就說其實這條片確是有刪展的 但他刪展的原因只是因為片段太長 所以才這樣做 事情發展到這裏 誰是誰非只有當事人最清楚 而且事件亦都交由警方處理 我們都不應該評論很多 相信警方會有一個好的調查 但是傳媒在處理這宗新聞上面 他單憑一方面即是村民這段片段 就發放消息 然後還作出一個主觀的結論 這樣的做法 似乎就違反了新聞我們說 一定要客觀公正 以及要有不同的消息人士 去確實消息的來源 才去報導這個原則 而之後那一天 我們確實又真的可以從不同的消息來源 去找到不同角度所拍的這一段片段 以令真相可以得到 有更加豐富和準確的還原 問題是 為何那一天我們要依賴村民 或者港鐵的一些片段 而不是由傳媒親自拍一些片段 回來給我們看的呢 首先 蔡元村的事件 對於不少傳媒來說 其實已經非常漫長 去到清拆的幾天 實在呢 不少報館也很難找到很多人 去大規模地在蔡元村那裏 去做一個採訪 即使去做採訪呢 因為蔡元村本身也不小的 而且火頭到處都是 要一個記者去不同的地方 去拍這麼多的資料 確實是有難度 加上示威人士不同的肢體碰撞 在這幾天來說呢 每一天都發生 傳媒看得多 就似乎將這些本來新聞的事 都變得平淡化去處理 也都不覺得是什麼一回事 除非警方過分地去濫用他的警權 或者是漠視一些暴力 或者當日有流血衝突 否則記者理論上 是不會報這些新聞的 於是個別和示威人士有好的傳媒機構 他有機會可以從示威人士那裏 得到一些第一手很珍貴的影像 於是當然就即時發佈互為互利 而同樣其他的傳媒機構看到 可能亦都因為人有我有的心態 被迫要照板煮碗 做一條簡訊也好 200至400字也好 都要交代一下事件 於是我們看到的就是 可能是因為單方面的消息 而產生了一個扭曲的事實的真相 或者不要說扭曲 是一個不整傳的事實的報道 傳統的新聞學教我們 找到新聞之後 我們要找多一兩個消息去求證 以至可以準確地知道真相 而找到真相之後 亦都要找相關部門作出回應 但現時的新聞 似乎單看圖像 一幅圖一篇文 或者幾幅圖一篇 看上去好像看圖作文 之後相關的人 就做一些回應 或者做一些甚至反對的說法都好 他們的反駁 可能淪為零零碎碎的回應片段 亦都無法湊合成段 很難去講平衡報道 於是新聞就變成了單方面的消息 蔡元春的真相似乎已經很難還原 沒有記者在場 沒有一個完全沒有利益衝突的人 在我們中間和我們做見證人 我們似乎只能夠利用不同的片段 零碎的片段 去湊合一個真相 而這個真相 可能也只是一個相對的真相 似乎我們將來看報紙 或者聽心機看電視 都要買幾份報紙看 看多幾個電視台的新聞節目 或者聽多幾個心機的頻道 才可以有機會 去將真相嘗試去努力整合還原 如果不細心留意片段的資料來源 照單傳收單一的報紙 或者單一的媒體的消息 可能我們不小心地被他們影響了 而令到我們有不同的立場而不自知 當傳媒再不能客觀持平的時候 似乎我們應該要多走一步 才能夠了解可靠的真相